我們前面主要講一片葉子 在單植葉跟雙植葉 它的外型的區分之外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葉形 葉形就是指葉子的形態 如果一片葉子單獨出現叫單葉 這很簡單 一片葉子叫單葉 但有時候你會看到 這葉子會往內裂下去 形成一些縫縫 這個就叫做裂葉 好 我們舉例子 像這邊剛好沒有 就是假設這是一片葉子 這是葉比 這是它的中柱 葉片出出來之後 凹進去 像這樣凹進去 有像凹陷下去的地方 這凹下去的 這邊就裂開了嗎 叫做裂葉 裂葉的目的是為了讓上層葉子有縫隙 讓陽光穿透 讓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葉子都有陽光 是為了讓從上到下所有的葉子 都可以透過縫隙 得到陽光的青藍 這叫裂葉 如果裂葉裂到底 換個顏色 什麼叫裂葉裂到底呢 等一下它不見了 我畫一個示意圖 什麼叫裂葉裂到底呢 這個裂下去 直接裂到中了 直接裂到中了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直接裂到中了 裂到中了 整個裂下去了 是不是看起來好像 這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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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像變成好多小葉子一般 可是請注意這整個是一片葉子 但這邊裂到底 像這種就叫做副葉了 直接裂到底看起來變成好多小葉子 好多小葉片 我們就解釋它叫小葉 好像這個叫做副葉 請注意副葉是指小葉有好多個 但一片副葉就是一片葉子 好那我們來看下面的示意圖 這叫單葉 這是拖葉 這是葉餅 這是葉片 OK 好有的時候叫單身副葉 前面一片葉 後面一片葉 然後下面這邊有拖葉 請看好 這整個是一片葉子 只是這邊凹陷下去了 好 然後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這邊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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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的裂片比較複雜 凹到底 這種叫做長狀副葉 這個副葉結果 這邊有1 2 3 4 5 5個小葉 而且很像一個手長一般 所以這叫做長狀副葉 什麼鵝掌材 就屬於這一種 好 那這叫山豬副葉 這邊凹 這邊凹 看起來有3個葉子的感覺 所以叫山豬副葉 可是這整個山豬副葉 是一片葉子 為什麼我知道 記得剛剛說的拖葉在這 以拖葉為依據 這是它的葉餅跟棕了 這整片是一片葉子 所以你必須要從葉餅基部 有沒有拖葉 來判斷從哪裡算一片葉子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個叫做一回雨狀副葉 這邊凹這邊凹這邊凹凹凹凹凹凹凹 你會以為有些人看到這 有一片葉兩片葉 3 4 5 6 7 有七片葉子 耶 不是 這整個是一片葉子 因為這邊是拖葉 我們是以拖葉的位置來判斷 你是不是一個葉子的葉米 所以這不是七片葉子 這是一片葉子 而且它是一片葉子凹陷下來形成的副葉 副葉還是一片葉子 只是它凹陷的情況 好 這叫做一回的雨狀副葉 是基素的 這個是一回雨狀副葉 偶數的 它是有八片小葉偶數 好 那凹一次叫做單回 一回雨狀副葉 如果你凹完之後 再往旁邊再凹一次 就凹兩回囉 這叫二回雨狀副葉 像這個就複雜了 凹一回 凹兩回 再凹一回 凹三次 它的葉子就變得好複雜 這叫三回雨狀副葉 一般如果你要觀察三回雨狀副葉 以蕨類植物的葉子最常見 所以植物的葉子 其實有時候你把它幫它 順便壓扁變成書籤 它的葉子很漂亮 一片葉子卻有好多鏤空 它鏤空攏三次 凹一次再凹一次再凹一次 三回雨狀副葉 就很漂亮 所以有人會把它拿來當書籤 以上就是葉形 丹葉 裂葉跟副葉 那如果今天葉子在金上面排列的順序 叫做葉序 葉形是葉子葉片的形態 葉序是葉子在金上排列的順序 也分為三種 這個在國小就看過學過了 什麼叫護生 在一個金上面的同一個節 左邊一片葉 右邊一片葉 相互出生就叫做護生 你這邊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互相出現的 在同一節上 我是不是講錯了 這叫對生 護生是 第一個節向右 第二個節向左 第三個節向右 互相交替出現 互是交替出現的意思 這個叫做護生 那我剛剛說的一個節左右各一 這個節在左右各一 兩邊都有 這叫對生因為成對 那如果今天是一個節中好幾片葉子 輪圈就叫輪生 這個簡單 所以護生對生跟輪生指的是 我一個節如果只長一片葉子 那一般是一片葉子向右 一片葉子向左 那就是所謂的護生 那如果是一個節有兩片葉子 就叫做對生 那如果一個節有多片葉子 輪一圈就叫做輪生 其中對生還分為 如果我記得對生是這樣對的 這個是左右 這個是前後 這有左右 這有左右我們稱這叫十字對生 就是這邊是橫的 這邊是重的 這邊是橫的 這邊是重的 下面是重的 你看起來是不是從上往下看 像十字 有的是橫有的是重 有的是橫有的是重 從上往下看就是十字 十字就叫十字對生 像這個圖就是十字對生 左右前後左右 對生也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的葉序可分為護生 對生跟輪生 這樣子的序列狀態 好啦那這是對生 這個是護生 一個節節有一片葉子 這個是輪生 那這些葉子有葉序 而這邊是所謂的葉形 可能有單葉中的裂葉 或是裂到底的副葉 這就是副葉 而它的葉餅下面這邊是拖葉 所以這整個是一片葉子 這邊葉子是屬於副葉 還有一個小葉 這些小葉合在一起 其實是一片葉子而已 以上是從葉形到葉序的介紹